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种呢 这台车在欧洲算是还 销售的还不错的车 但在台湾呢算是比较稀有的车种 这台车呢是贝亚特的Gran Ponto 那这台车 已经有做了一些基础的改装 譬如说大包还有铝圈底盘还有避震器 那这套避震器呢 大家如果对底盘有点研究的话呢 就知道这是龙虾牌Aragosta 这一套避震器呢原价的话应该都要破十万块 那刚好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就把原来的Aragosta 我们把它淘汰掉然后换成我们KT的 这个也是很棒的产品 它比较偏向竞技的系列 一组的话不便宜哦 一组的话在台湾的售价通常一定都得要破十万块 这个还有一个故事 我记得Legacy的车友呢 还有团购这个品牌的避震器 听说是百万大团的团购 那这台Gran Ponto 它的前面悬吊系统呢是卖花城 后面的话是ToyB的系统 就是维持一般欧系小车的系列 后面的话 我们的上部有做了一个调整机构 我在这里 它的上部的话呢 这个上座是要沿用的 它的形式也很特殊 就是有点类似像是Golf四代啦 五代六代七代的一个设计 上部的话呢不必拆内装 需要把这几个螺丝拆下来之后 避震器就能拆卸了 那要调整阻尼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顺时针变硬 逆时针变软 哈啰小猪 小猪好 下午见 下午一点见 那后方的话呢 我们所配置的弹簧公斤数呢 是三公斤 三公斤 它是一个ToyB的系统 这个车是一点四升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配置的碟式刹车 一般跟一般日系的小车 不太一样 那这一台车比较稀有了 它的这个Abbas就是飞亚特的御用改装品牌 一个蝎子的logo 之前的话我们厂里面有安装一台飞亚特500 那个就是Abbas的版本 那前面的话 刹车也已经有改了Blenbo的系统 那它的前面的是麦花神的悬吊系统 上座的话呢就需要沿用 啊里载蒜的话其实是不用改了 但是我们换新品 因为原来的里载蒜呢已经破损了 所以我们把它更新 把它换新的里载蒜 前面的话这台车配置6公斤 或者是7公斤 都是ok的 那这个是Blenbo的刹车系统 这应该也有电的Space 有电的大概这个应该是大概15 20mm左右的Space 好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 引擎室的话呢 这个是1.4升的引擎 那它的上座呢 就跟欧系或者是日系的小车一样 它没有上座的设计 它是靠一颗螺丝呢 把它稍微做固定 那这个 中心点呢 从这里呢就能够做阻拟的调整 但是它上方呢原来还有一些饰板 饰板要稍微掀开之后 手呢才能够伸到这里呢 来做阻拟的调整 但这个地方呢 毕竟是在前挡的下方 所以当我们安装完毕之后呢 通常会在这里做一些防锈的工作 避免呢这里会有一个锈死的状况 这里有一个排水孔 那如果车子常常停在大树底下的话呢 这里常常会有一个落叶把它堵塞住的状况 这里就会积水 所以这里的清洁工作呢 也提醒车友要特别注意 哈喽张老板你好 这台是1.4升的贼雅特国人Ponto 这台我们厂里面也没有安装过 所以有机会的话就开个直播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阻尼调整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它的上座 有的车款呢是三颗螺丝 有的是四颗螺丝 那像这样的小车呢 都是用一个上座 然后下方有一个比较大颗 日系车的话是做一个小轴层 欧系车的话通常它的轴层面积呢 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们就沿用原厂的上座 还有沿用原厂的相亭 就可以了 那因为这台本来就已经有装了 改装的避震器 所以前面的话 车高的话前面大概是 轮胎的上缘比S板 大概一指半 后面的话大概是两指幅啦 所以我们也会维持一样的车高 这个就是阿爸斯的logo 很漂亮 它的后面线条其实有一点小爆龟 这里有一点小爆龟 这个系列的其实它有一个GT的版本 从95年的Ponto 它就有配置的动力比较大的版本 那这台车是1.6升的 1.4升 1.5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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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 呃 改装的李轩 205 4.5 17的规则 这边也已经装好了 现在只有剩下锁钱还在施工当中 这个星期呢 预约来厂内的车呢 呃 如果有比较稀有的车款 刚好有空档的话呢 都会开直播跟大家做分享 那粉丝团的车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丝团 像星期三的话 应该有一台士兵式的GLC 这个也是车友们介绍来安装的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后面的HILO KEY 每一件的设计呢 不太一样 像KT的话呢 它是做一个专用的规格 直接框在上面 不用再做螺丝固定 它就很稳固了 所以它后面的车高调整 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HILO KEY 我们把这里的距离呢 把它缩短 它的车高呢 就变低 所以车高的调整是从这个地方 并不是靠这里 这里只是在调整 它的弹簧预载 那弹簧调整预载 要压到多紧 弹簧呢 我们把桶伸缩短 缩短到弹簧刚刚好碰到 碰3mm就好了 千万不能缩得太短 所以我们的HILO KEY 是直接上置的 放在上方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龙家 阿拉古斯塔 它的设计呢 是上部对锁的方式 来 用对锁的 它也一样是坐在上方 那上方呢 刚好有一个板件 板件呢 穿越板件之后 做一个对甲的形式 再把HILO KEY 坐在上方 这个设计的话 也还蛮稳固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脱衣臂系统 因为它的下摆性呢 跟它们的上部啊 会有一个夹角 那非不得已的时候呢 才会把它设计成HILO KEY 在下方 那如果空间 跟状况允许的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建议呢 HILO KEY是放在上方 当然啦 有一些车种 会因为车种的限制 所以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放在下方 所以脱衣臂的系统 会比较建议呢 HILO KEY呢 会尽量做上机式的 那这一套 它其实呢 都是正叉的 它都是正叉的系统 但它后面呢 是做正叉 然后再做导装 它是一个正叉的系统 然后再做导装 那后面的这一支 变现器还是好的 但这一支变现器 损坏的状况 还蛮严重的 稍微压下去 它就陷下去了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拆修 拆修里面的油风 或者是更换里面的一些 耗材 它就可以维持相性质 但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看轴型 是不是有磨损啦 有磨损的话 维修起来 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它这个弹簧也是 阿拉格斯塔它的 它的配置的弹簧 是RANA的 是RANA 后面的弹簧 我猜应该是没有这台车 专用的规格 所以是用其他的规格 这个是阿拉格斯塔的介绍 以上是今天的 ClearT Grand Ponto 安装直播分享 那如果您也有刚好开这台 比较冷门车系 有需要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很欢迎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